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热闹更看门到我是安楚哥 兄弟相对对史上有许多知名终结者 其中库伦各自充满着传奇的球员 曾经一度打破联盟救援成功的记录 只不过后来在一场球赛中自行退场 惹怒了球队与球迷 因而遭到解约 本集中职事件部就带各位来回顾这位传奇洋头 库伦过往在美国资棒体系最高成绩为3A 在2008和2009年在卢力联盟打球 因为收入不多 使得库伦在休赛季必须兼职油漆装潢工人 才足以生活 2009年兄弟相对为了补强牛棚战力 下半球季找来了库伦巩固防线 而库伦也不负众望 29场出赛32.1局投球当中 只失掉2分则4分 送出34次三阵 防御率只有0.56 背上累率更是低到0.804 强大的主宰能力 搭配上当年牛棚的买家瑞麦特 三人合逐的买卖库连线 更是被冠上黄金防波体称号 使得当年相对下半季 只要先发偷手吃完6局 后面交给黄金防波体 几乎是胜利保证 尤其当第9局看见库伦登场 总是带给对手满满绝望感 在这样优异的表现下 年底虽然有日值寒值发展机会 但库伦仍旧选择留在 受黑象事件冲击的兄弟相对 2010年 库伦与另外三位洋童 麦格伦、罗曼、卡斯蒂 组成四大金刚 当年相对全年61胜当中 四大金刚就贡献了37胜 三四次救援成功 其中库伦在9月10日比赛 守住比赛胜利 帮助球队拿下队死1000胜 两天后在天母球场 拿下该球季第30次救援成功 刷新当时联盟记录 赛后球队也特别为他准备消防帽 让他带上去化身救火消防员 庆祝他突破记录 在库伦强力关门的表现下 让相对下半季爆人门拿下机冠军 即便在总冠军赛 因赛至上只能登陆三位洋将 使得缺乏先发战力的向队 不得不割舍库伦 不过库伦表示能够理解球队的安排 并且情力相挺 担任为球投手 帮助球队备战总冠军赛 是相对能够封王的隐形工程 不过联盟在隔年修改洋将登陆名额为三位 相对在麦格伦转战韩国职棒后 留下库伦、罗曼、卡斯蒂 只不过卡斯蒂状况太差 只输赛两场表现不佳就领机票走人 而相对开季状况不佳 先发投手只有罗曼能够扛住 整个三月相对的比赛 常常出现大比分领先或落后 使得这位联盟最强终结者 没有出赛机会 时任相对总教练陈瑞正表示 如果库伦被解约 不是他不够好 而是我们太需要先发战力 库伦在得知自己一场都没出赛的情况下 可能就要打包走人 于是跟总教练表达愿意转阵先发 最终在4月3号迎来球季出登场 同时也是库伦回归8年的先发出赛 这场比赛他主投5局50分 只被打出两只安打 带着领先退场 优异的表现暂时保住他的饭碗 只是没多久 库伦就传出左肩关节唇有破损现象 陈瑞正总教练表示 会给库伦三周时间观察 如果复原状况不理想 就会找新洋头取代他 而库伦也在三周后回到球队出赛 暂时保住饭碗 这一年库伦出赛25场 拿下12次救援成功 防御率1.61 背上领率0.93 仍然是顶尖表现 只是相对下半季先发战力太缺乏 最终还是选择舍弃库伦 登陆另一位羊头高米兹 不过相对仍旧在隔年2012年 找回库伦回锅效力 但这年库伦的压制力比起过往稍差 背上领率来到1.85 对于牛棚投手来说不是很理想 而在该年4月25号的比赛当中 库伦在第8局登场后援 并在9局上去投 当抓下首棒打者余泻命之后 面对燃烧白打击第一球内角诉求 没有获得主审青睐 正当捕手陈志宏回传给他时 护轮接球后突然将球随手一抛 然后就直接走回休息室 让所有人相当错愕 相对不得已只能更换投手 该场球赛球评杨青龙表示 这样的态度非常差 巧合的是1998年 台湾大联盟金刚对羊头爱望 该年5月7号主投4点1局失掉3分 因不满被换下场 气得他跟总教练爆发口角冲突 之后收拾球锯走去右外野 然后突然爬墙离开球场 而当时的总教练正是这场比赛 在球评杨青龙 库伦突然丢球离场的行为 已让球团和球迷火大 球团领队洪韵林愤怒表示 不管是受伤还是其他理由 都必须等教练上来换人才下场 这样的行为很不尊重比赛裁判球迷 因此决定解雇库伦 并向球迷致上最大歉意 库伦则表示 他的肩膀很不舒服 很担心去年左肩关节唇臼上复发 无法再继续投球 这样的举动并不是因为他心情不爽 或是不满裁判 单纯因为怕肩膀又受伤 而从库伦退场后在场面的动作来看 确实是一直在活动舒展左肩 代表确实是有不舒服 而库伦的情绪暴走也确实有机可循 库伦前三年是控球极佳的投手 但2012年每九局失坏次数从1左右 飙升到2.1次 13G的投球就被狂敲21只安打 也是过去守卫剑 代表控球跟球位都在往下掉 很可能就是跟左肩伤势有关 虽然账面上自证分率还是好看的2.08 但被上雷率过高如不定时炸弹 应该也是困扰着库伦 加上本场第八局包括队友失误被安打 以及库伦认为是内交好球 结果被判处深球形成满垒 虽然最后安全下装 但想必也让库伦觉得投起来不顺 加上九局上库伦的左肩应该还是很不舒服的情况下 又有两颗他认为的好球主神没给 其成最后到场 当他情绪溃提 发生了甩球走人这一幕 库伦不会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但当下大概心理也有底 照这样的身体状况很可能会再度受伤 成绩崩盘 横竖也是走人 也就比较没有顾忌 面对史上首次有投手直接球丢着 然后自行退场行为 联盟也针对这次离场事件做出声明 表示未来只要有球员出现的类似不礼貌动作 都将驱逐出场 形成所谓的库伦条款 最终这位黄山军一代传奇名头 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的中职生涯 令人感到不胜唏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观看